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来买菜 我看到这个 这个菇叫做 烈蛇菇 马来文叫 它是生长在那些 塑胶树 下雨过后 它就会长在那个树参里面的 这个拿来煮那个椰浆 跟那个黄浆 这马来人特别喜欢 搅那个黄浆来煮这个 椰浆 它口感不错很好吃的 现在我就拿一点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家庭主婦 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 烈蛇菇 哈 它 马来文叫 布拉西西 它是生长在那种 啊 塑胶树里面的那种橡胶树里面的 啊 这一种那种 它是寄生在那个橡胶树里面啊 哦 那个 就是说 下雨天的时候哦 比如说雨季的时候 连续下很多长雨哦 它就会生长在那种塑胶树里啊 的那个 树干里面 哦 它这个的口感 是 不错的哦 就是它不是时常会有的 是在雨季的时候才会有 我们这边的马来同胞呢 通常是喜欢煮那个 叶酱 啊 那个 黄酱哦 拿去 拿去 搅或者是那个 拿去打烂它啦 搅烂它来 嗯 煮那个叶酱 三蛋啊 他们马来人说的是就是 口感是不错的哦 最近是雨季嘛 所以我就 买了一点回来 啊 啊 来跟大家分享这个 菇 又是用我那个 啊 三巴辣椒 煮那个叶酱罢了 就 没有放那个 啊 咖喱粉跟咖喱叶 煮法非常简单啊 但这次我是 啊 餐了那个 啊 臭豆 用臭豆做那个配角哦 好了 现在我们来处理这个 这个 也要洗很多人水一下 这个 清洗哦 要清洗大概要整 六到七次水哦 我们洗这个呢 就是用手来捞 不要倒 因为把那种重的 肮脏东西它会沉淀的哦 就是这样子咯 捞上来 当我们要 捞上来 要换水的时候哦 我们就 把里面的水挤出来哦 挤出来 挤出来 挤干它 才去换第二轮第三轮 第四轮的水哦 这样就会确保 干净了 就是 以此类推啦 继续的换水哦 换大概是五到六次水就可以了 当我们清洗过后哦 还有一样就是 他唯一麻烦跟多工的就是 它这个菇的脚哦 有时我摸到它比较硬哦 这边的 这个脚比较硬比较老哦 我们就把它剪掉 不要 有看到这些吗 它比较长的 看到吗 这种 这个比较长的 就要把它处理掉了 因为它比较硬哦 就不是那么好吃了 我们主要就是吃它这个 它这个的口感就好像 呃 在吃我们 我们是瘦肉的样子的哦 就是慢慢的找了 哈哈 最麻烦就是这边 这样子 直接把它剪掉 看到吗 太长了把它剪掉 好 就以死内退了 好啦 接下来呢 就可以开锅了 我这边就用了这个 500毫升的水了 这一次呢 就不需要再炒这个 咖喱头 因为它是只是煮这个 叶酱而已 所以是没有咖喱粉跟咖喱叶的哦 就这边是两汤匙啦 跟上次那个咖喱面的分量差不多一样啦 其实这个是很随意的 就看 大家的口味是要浓 或者要比较淡一点都可以 哦 现在我们就给它 滚滚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椰浆就是我这边准备的 有大概是 这边200克的椰浆 等下准备放下去 就是我们马来同胞所说的 现在等水滚啦 这个时候还没有滚的时候 我就先放 这个 我放半汤匙的盐哦 这一次不要煮那么咸 半汤匙的盐 一汤匙的酱油哦 我们开大火给它滚就可以了 啊 现在水滚了 我们就把这个菇先丢下去 给它滚滚一下 炒炒一下啦 给它吸的这个 让它滚了过后 我们才把椰浆倒下去 它这个菇滚熟了过后呢 我们就可以加这个椰浆了 我这边我们先加一点一点加咯 看它的颜色是如何 因为我这个椰浆有放过冰厨了 所以它是比较浓一点的 好像 奶油这样子咯 还不够了 再加一点 这个是以这个 椰浆为主啦 是没有咖喱粉味道的哦 还是不够 全部下下去了 好了 漂亮了 颜色 看到了吗 因为跟这个咖喱没有什么分别了 好 给它滚滚一下 其实这个汁 是看个人喜好啦 比如说你要 这个汁多的话 咖喱水多的话 就可以煮多一点哦 好 喜欢吃干的 就给它 就放少一点水了 好 然后 就可以放一点轻轻的东西下去 做一些配料 好 而我就 这一次就选择了 放这个 不带臭豆 哦 也可以放一些那个菜豆 也可以哦 这个已经处理好了 我要看怎样处理 你可以参考回我那个 啊 三八不带的 那个影片 之前的影片 哦 再滚滚一下 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是很快熟的嘛 哦 就 如果 各位有吃那些 香菇精 香菇粉的 可以放一点下去 也可以 给它提提味 好啦 细火了 就是这么简单了 希望大家会喜欢的哦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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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已经煮好了 现在就等我来先尝一尝它这个味道哦 它刚刚好又有一点臭豆的味道 哦 我就先来尝一尝这个 试试这个 这个菇哦 嗯 嗯 口感 它很有那个咬劲啊 有一种那种 有一种好像很韧很韧这样子 但是 一咬下去 它完全吸完了那个 那个椰浆跟那个三八辣椒哦 它都 啊 融合了一起 还有那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臭豆的味道也在 剩在一起了 加上那个 它这个汁 你说它咖喱 它有没有咖喱粉的味道 就是 那个椰浆 臭豆 还有它这个菇 本身也有这个菇的味道 跟那个三八辣椒 全部 融合在一起 是一个很不错的味道 大家可以 啊如果是有 看到这个菇的话 在巴萨 可以去买来试一下 不错哦 值得推荐给各位 今天这个视频是 纯粹是 跟大家 去 分享了 纯粹是分享这个菇给大家了 就是我们这边的马来同胞 是超级喜欢这个菇了 现在这个菇呢 在 据我所知的 在北马那一带 已经有人用这个人工培植了 但是我曾经有问过 巴萨那个卖菜的 啊 老板娘啊 那个马来老板娘 她说人工培植的味道 会 呃比较差啦 就没有这种天然的 这么香这么好吃 哦 好啦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希望大家会喜欢啦 还有就是 啊 喜欢我这个视频的话 就可以帮我分享出去 即 啊 点个赞 还有 啊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记得订阅 还有开启旁边的小铃铛哦 当我有视频上台的时候 它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好啦 谢谢大家的收看 感恩有您 再见 我们下期见啦 太多了 一路把一路看的戏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